欢迎各位同学来上国中历史 今天我们上一和团与八国联军 我听姐姐在说 饿的话每日熬一英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啊 我们人类饿的时候会吃炸鸡 怎么会吃老鹰 这是目前坊间流行的一种记忆术 饿的话每日熬一英 是清末时饿得发每日奥一英 八国联军的谐音 期望用有趣的联想 让你们学生们容易记忆 这就是八国联军的时候 被攻击破坏的北京正阳门 而这是联军坐在北京紫禁城 前清宫龙椅上的样子 这就是严重的八国联军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一朝野仇洋反教情绪何以兴起 二义和团与庚子全乱 三八国联军与东南互保运动 首先谈朝野仇洋反教情绪何以兴起 戊戌政变后 列强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 慈禧太后与守旧官员更加仇视外国人 这时候列强轻逼中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战争与条约接踵不断 清廷征收科捐杂碎来还债 所以民生日益痛苦 第三点 西洋文物与西方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 当时中国一般人对西方的文化有差异 另外对科学知识不足 所以对西方宗教与西方的器物都有错误的认知 所以产生了许多误解 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发动了戊须政变 重新掌握大权 是第三次垂帘听政 曾经企图救亡图存的德宗光绪皇帝 现在失去了权力 失去了自由 受到软禁 他在哪呢 还被软禁在银台的一个叫韩元殿 而银台对外是被断绝的 康良逃亡的时候 宫中传出来说 是康有为要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 后来又传说是皇帝生病了 所以太后才会管政治 这个时候民间议论纷纷 都说皇帝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个时候地方众臣刘坤一就说了 人情在畏惧 又强灵 还事 希望大家要小心 怕引起争兵端 而这个时候英国的驻中国的大使 就说光绪皇帝年纪还很轻 如果去世了的话 各国觉得很奇怪 不能谅解 所以慈禧太后就允许法国医生 然后到皇宫里为光绪皇帝看病 然后医生出来以后说 光绪皇帝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守旧派大臣不喜欢光绪皇帝 所以就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 大家在讨论中 这个时候各国公使听到消息了以后 也问到底为什么啊 太后怕引起列强干涉 为了测试列强的态度 谁就依照荣禄的建议 立了端郡王在乙的儿子 15岁的普郡做大阿哥 旁边就是大阿哥的照片 康有为逃到外国 第二年组织了保皇会 颂扬光绪皇帝 鼓吹君主立宪 而梁启超逃到日本 创办了一个清义报 仇抵慈禧太后 康有为梁启超 后来他们在保皇会上努力 他们一直称赞光绪皇帝 他们攻击慈禧太后 这就是流亡中的康有为 还有加拿大 当时有参加保皇会的一些人的照片 现在梁启超已经改穿西式服装了 慈禧太后现在65岁 清廷守旧的官员 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强 照片上这几个人 就是属于守旧派的人士 现在三度垂帘听政的慈禧 被这些人包围 他们都对洋人的态度非常不满 而人民对洋人的看法是如何呢 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后 西方的传教士跟洋人的炮剑 一起来了中国 引起人民的反感 基督教的教义被守旧人士认为是妖魔作为 另外部分的外国传教士和教徒很交恨 也引发了百姓的怨恨 例如说又发生了天津教案、潮州教案等 清廷征收很繁重的赋税 人民生活困苦 形成了一种盲目排外的情绪 清末一般人对西方宗教 真的有非常多的误解和不满 在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后 签订了天津条约 允许了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 另外也可以构地建立教堂 许多的问题就产生了 同志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设立教堂 仗士七人强占民地 引起了人民的愤恨 而人民又怀疑玉英堂杀死了婴儿数十名 大家抗议示威 法国领事封大业又公然开枪 人民非常的愤恨 就把封大业打死了 然后再焚毁教堂跟法国的领事署 事件发生以后 外国的军舰都集结了 这个时候清朝在压力之下屈服 就把官员革职充军 又杀掉了民众十六个人 充军了二十五个人 又赔款修建教堂 甚至还派了官员到法国道歉 这个教案中传教士的行为的确不当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育婴堂 传教士办育婴堂 有点类似孤儿院 是一种慈善事业 是他们作为传教的媒介 但是人民却认为他们收养婴孩 是为了要炼丹裁补 暗中挖眼取心来配药熬营 并且相信用中国人眼睛配成的药 可以使一百两的签 提炼出八两的银子 这种非理性 非常不科学的错误认知 强化了仇恨洋人 反对外国宗教的心理 这张图就是当时 说神父会挖眼制药的图片 当时排外的时候 把外国人叫做大毛子 中国人如果信仰洋教 叫做教民 或者是为洋人服务的 这些人被叫做二毛子 当时中国非常的衰败 有人绘制了这幅时局图 它最早刊放于1898年香港的报纸上 这幅图画请你来看看它的内容 它的左下方 有一个穿官服的人举着铜钱 可以比喻他是一个贪官 也可以说他对外国人只会付款 也就是赔钱 中间有一个人手举酒杯 又拥抱女子 在骂那些不顾民族安慰的中国人 然后一个穿了清朝官服的人 表示清朝掌权的人躺在地上 好像吸食鸦片的吸毒的人一样 然后左上方的呢 在马旁边的在练武 另外一个老学舅在读书 写的资书则也的书在他的旁边 都证明中国传统的人呢 都怎样了呢 不管是文状元武状元 都是指清朝用科举考试升官的这些人 他们都被清朝那一个呢 在躺在地上的吸毒的人控制着 整幅图片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人们对政治的失望之情 就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中 义和团的庚子权乱就要发生了 我们下一片来讨论第二部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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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